腿长眼好会卖萌,身高2米灵机的马克西姆拥有了男神的基本配备,关键男神钢琴也是弹得一级棒,是众多粉丝心中的偶像。 10月19日,马克西姆终于来到上海出席个人跨界巡演启动仪式,而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巡演是马克西姆在中国的八年时间里,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。 要说钢琴家其实国内如朗朗,在陆里云笛,让人都非常出色,不过马克西姆却非常谦虚地称,大家风格不一样,各有各的优点。 马克西姆是世界上弹奏钢琴最快的音乐家之一,曾以每秒弹奏16个音符而闻名,他演奏的多数作品都慷慨激昂,振奋人心。 他的演奏风格在全球众多钢琴家中可谓独树一帜,以极高的知名度与专业程度排列首位。 在当年的活动现场,他也大方联谈了两首得意之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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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腿长演好会卖萌,身高2米07的马克西姆拥有了男神的基本配备。 关键男神钢琴也是弹得一级棒,是众多粉丝心中的偶像。 10月19日,马克西姆终于来到上海出席个人跨界巡演启动仪式。 而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巡演是马克西姆在中国的八年时间里,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。 要说钢琴家其实国内如朗朗,在陆里云笛,让人都非常出色。 不过马克西姆却非常谦虚地称,大家风格不一样,各有各的优点。 马克西姆是世界上弹奏钢琴最快的音乐家之一,曾以每秒弹奏16个音符而闻名。 他演奏的多数作品都慷慨激昂,振奋人心。 他的演奏风格在全球众多钢琴家中可谓独树一致,以极高的知名度与专业程度排列首位。 在当年的活动现场,他也大方连弹了两首得意之作。 佳仁和的歌唱什么? 这一郎段时间会对话。 他也能说。 因为文台国外领培奏钢琴家,一面银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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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钢琴家。 在转参转的olare谷歌,一面银艇钢琴家。 他会很助手抱怨奥钞琴家,一面银艇钢琴家。 原本副钥扫得贤钰琴家。 由顾全娱乐上海报道